近日,李宁这家国民大品牌算是摊上市了,来自于一场发布会时装秀,新品的设计风格一时间在网上引发舆论热潮,得到众多网友自觉抵制。 然而对于代言人肖战来说,肖战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牵连,再加上黑子丛中作梗,搬弄是非,网上关于肖战的舆论情况也不是太乐观。 据悉,李宁的时装秀新品发布会,模特的穿搭让国人看到后感觉不爽,纷纷表示,对不起中国李宁前面的中国二字,充满着日元素,俨然失去了该有的中国风。 激进网友之下,还有一批非常理性的网友,看到后也是叫苦不迭,即使初心并非网上所说的那样,但是这种带有非常明显争议,很容易给人一种日元素感觉的风向,本身不是明智之举。 青年演员肖战作为李宁品牌代言人,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牵连,再加上网上本身就有人一直盯着肖战不放,变着法找肖战的麻烦,代言品牌李宁就出现了。 很客观来说,这和代言人肖战并没有关系,暂且不说有几位代言人,谁能想到李宁有这样的设计风格,相信大家心目中的李宁也是中国风。 总之,希望网友们理性讨论,自觉抵制李宁,个人觉得也是自己的态度,如何理解罢了,都可以接受。 但是,交火带到肖战这里,就不能接受了,古语有云艺人做事艺人当,和肖战没有关系,不知道大家是什么看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